欢迎收看12月21号的财新Spencil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首先来关注股汇走势 雪龙水灾冲击原本就谨慎的市场情绪 加上手套股掉头回落 马股今天窄幅游走 未能跟上区域股市回弹走势 全天走低1.31点 收报1492.59点 美元下跌 令马币乘势回弹至4.2065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nk and white单元 大马国库本来就不充裕 更年年出现赤字 那世界银行今天就进一步指出 由于2022年固定行政开销 预期依然占联邦政府支出多达三分之二比重 那联邦政府的收入却可能连续第二年下跌超过14% 所以公共财政支付调整空间有限 依然是大马主要的挑战 对此 世界银行问马非泰区域总监恩迪亚梅迪奥普表示 改善目标性社会支出 并且逐步取消燃料补贴等等 广泛和递减性的补贴 将有助于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至于政府提出的多项税务措施 例如一次性的暴利税 糖税 豁免外国收入免税措施等等 恩迪亚梅迪奥普直言 这些措施的影响依然相对有限 早前 事报动力就要求禁止大马股票交易所和安永咨询 发布独立调查报告 但是遭到高庭的驳回 如今 该公司再度寻求高庭 不采难安永一份名为 事实调查结果更新的文件 而该文件包含在交易所的宣示书里头 内容主要是监管机构有权公开独立审查报告 而正当事报动力和交易所的角力越演越烈的时候 该公司上任不到一个月的主席莫哈莫法利和独立董事西蒂查利哈 昨天就双双宣布即日辞职 理由是不满监管单位的起诉和偏见 大马多州在上个星期面对百年一亿的大水灾 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哪些冲击呢 联商研究相信港口制造 种植和旅游等等领域影响最深 可能对今年第四季企业盈利带来影响 大马厂商联会也指出 沙亚南河巴申区厂商面对产业 其他资产 库存和产能干扰等等的惨痛损失 只有大马橡胶首套厂商协会主席说 首套业未受水患显著冲击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o到此 感谢收看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